是这个小区没错 这就是今天要试出的房子 感觉还不错 店长说这间房子不是兄弟 那肯定就没有 柳峰 你是大仙 你四处看看 这间房子里面有没有脏东西 人家大仙都好吃好喝被供奉着 再看看我 没有好吃好喝的就在柳 还要帮你干活 真的是蛇比蛇 气死蛇啊 小刘刘 你就是这样堆在河的吗 嗯 哈哈 能者多劳啊 谁让你是一只拥有正义的和智慧的大仙呢 这倒也是 那你待着吧 各四处愁愁 没看出来 这房子还挺不错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买得起 卧槽 卧槽 嗯 这是柳峰的声音 难道他发现什么 怎么了柳峰 你发现什么了 嘿嘿 看 正面镜子不得了 嗯 这镜子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嗯 没有问题你在狗叫什么 还吓我一跳 镜子里面有一位帅气的大仙 这也太帅了吧 你难道没看到 卧槽 你这个傻逼 你真不应该叫大仙 那我应该叫什么 你应该叫傻逼 卧槽 你居然骂人了 来来来 哥要跟你单挑八百回百回 傻逼 你来呀 哎呀卧槽 我今天非要把你打死 小鳖三 你来呀 这是谁呀 不认识 柳峰 来抓我呀 小鳖三 大师 大师救命啊 嗯 你谁呀 认识吗 大师 我是王大虎啊 中午在医院咱们见过 你给我留了你的电话 快救救我啊 我妈来找我了 一直闹闹 电视上 镜子里 全都是我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哦 原来你还知道 你妈回来找你了呀 大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快救救我吧 我给钱 我给钱还不行吗 我这就给你一万块 一万 呵呵 现在我要十万 什么 十万 臭小子 你抢钱啊 穷疯了是吧 没得商量 原来是那个九鼓 真的是世界之大 无器不易 110万 发财了 发财了 哈哈 兄弟 打个折行吗 王大虎 我告诉你 之前你母亲答应给我一万块 你还欠我九千 现在我要其余的九万 是解决你眼下的麻烦 你记住 给出马先生的压箱 钱一份都不能少 我给你一个账户 给还是不给 你自己看着办 账户已经发给你了 要打就现在 过时不后 好 我给 支付宝到账 十万元 钱已经给你了 还不快来帮忙 我家地址是 不用 你把手机扩音打开 好 已经打开了 老婆婆 您儿子已经给了钱了 这次我要了十万 您答应我的事情 已经完成了 您可以安心地离开了 您放心 这钱我不白拿 日后这小子 如果敢无作非为 我一定帮您教训他 哎 谢谢你的小伙子 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会有福报的 没有了 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这 这就完了 对 王大虎 完了 是不是感觉不值 换做别人 我可能一百块就解决了 但是对你 就必须是十万 不过看在十万块钱的份上 我给你一句忠告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座 天在看 以后 你好自为之 希望不要有和我见面的那一天 如果哪天我找上门来 相信我 我一定是来送你见你老娘的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个挂了呀 我还有点事 拜拜 哎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懂得珍惜眼睛呢 不错啊 小刘刘 估计这个混账这次要涨记性 哎 柳峰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啊 不错不错 有所成长 刘远 刚才我看到对面的客厅墙面上挂着一幅画 你看到了吗 一幅画 什么画 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感觉这幅画不太正好 可能是我太敏感了吧 你给我来 柳峰 你说的是这幅画吗 这好像就是一幅很普通的山水画 我第一眼看你觉得很普通 但是越看越感觉不对劲 不过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可能是我感觉错了吧 感觉错 你是大仙 感应肯定不会错 可能真的有问题 要不咱们把它扯下来扔掉 扔掉 扔掉 你这个傻屈 如果我猜的不错 这幅画可能是古董哦 价值几十个W的哦 卧槽 刘远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是拉巴巴掉过道的 柳峰 你说就这简单的一幅画是古董 那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这幅画的问题我们解决了 再把它卖掉 咱们能大赚一笔 回答正确 不过我怎么感觉 你小子掉钱也没有 刘远 你给我记住 干咱们这行虽然来钱快 但是要当心入国 柳峰 你瞎说什么呢 我可不是那么贪财的人 我只是想到领堂先生至今还住在城南的破庙里面 生活艰苦 还有你 成为我的出马仙也有几天了 至今连一顿像样的供奉也没有 不过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有十万块钱了 明天就带你去吃好吃的 另外 这幅画的问题 如果能解决掉 咱们就有钱了 到时候给堂口里面的其他仙家也带点好吃的 大家好 才是真正的好 不好意思 是我肤浅了 刘远 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 我好感动啊 我多哭了 卧槽 柳峰 你装哭的本事有点厉害 而且感觉你最近学了很多互联网词语 那当然 也不看看本大些事情 平时你睡觉了之后 我就玩你手机啊 还有看电脑 玩我手机 卧槽 你别侵犯我隐私啊 哈哈 你要是怕我侵犯你隐私 你给我买一个手机也行 我看最近水果十四就挺好 给我买一个吧 有没有搞错 你是一条蛇啊 你要玩什么手机 好了 咱们说说这幅画吧 这幅画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啊 怎么弄 现在白天 看起来是很正常 但到了晚上就不一定了 晚上咱们再看看就知道了 刘远 你到底给不给我买手机 给个痛快话 你见过有蛇玩手机的吗 真的是 一条蛇还要玩手机 行行行 等这幅画的问题解决了 我就带你买手机去 到时候给你买水果十次 好不好 但你要好好表现 否则不给你半卡 放心放心 我绝对听从领导安排 我这就去检查方吧 哎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钱能让神经化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